177. 新京報 人保系增持興業一股獨大局面改變 人保系持股與第一大股東差距不到4個百分點 興業銀行股權結構或由一股獨大變為雙雄爭霸 2015年7月15日經濟新聞金融 B.08蘇曼黎新京報制圖妹張言A. 股的增持潮正成為 常市公司股東們重新劃分勢力格局的一個契機 興業銀行7月11日發布公告稱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和中國人民人壽保險商 雙增持該行股份 增持後兩者的股份比例分別達到6.45%和6.7% 都已經超越第二大股東增無行的5.87% 事實上 增無行早已萌生退意 二股東二主指示時間問題 興業銀行股權結構從一股獨大轉變為雙雄爭霸 甚至可能是三國演義 存在諸多變數 此次股權變動對興業銀行會有什麼影響 曾無行大幅減持是否是與興業銀行之間存在矛盾 對於這些問題 興業銀行方面作天微作正面回應 稱 關於近期本行股東增減持本行股份的情況 請查閱曾無行及中國人保發布的相關公告 事件 失以增團堅律 二重近兩年與興業銀行的 合作歷史看 曾無行早已萌生退意 分析師表示 曾律 出也是長期掌握不了壞語權的無奈選擇 7月9日 人保財險和人保受險通過上交所 集中競價交易系統增持興業銀行股份 增持數量分別為2.81億股和3.28億股 增持後 人保財險持股數為12.29億股 佔興業銀行普通股總股本的6.45% 人保受險持股12.76億股 佔興業銀行普通股總股本的6.7% 根據興業銀行一季報顯示 該行前三大股東分別是福建省財政廳 持股比例17.86% 增無行5.87% 增無行的二股東地位已經不保 從增無行近兩年與興業銀行的合作歷史看 增無行其實早已萌生退意 興業銀行二股東二主指示時間問題 2004年 增無行17.25億元入股興業銀行 持股比例15.98% 成為當時外資銀行參加 內地銀行涉及金額最大及股權比例最高的交易 物業其旅雙方合作愉快 2010年 興業銀行推出了每十股配售二股的方案 增無行參與配售 再次向興業銀行投入了23億元 當時 增無行高管高調表態 計劃進一步增持興業銀行股份至15% 但到2012年 情況發生了變化 當年 興業銀行進行了一輪頂向增發 增無行卻未在增發名單內 有猜測說 增無行拋出橄欖資 但卻遭興業銀行的拒絕 也有說法稱時外資和空中國銀行業所致 2013年1月7日 興業銀行完成頂向增發 增無行持股比例由12.8%下降至10.9% 兩天之後 增無行宣布 重新審視其餘興業的投資情況 認為已不再對興業銀行的財務及營運決策 具有重大影響力 故不會再以聯營公司認識 將有關興業的業績入張 雙方關係佔行減源 增無行今年開始大舉減持興業股份 2015年2月份 增無行以每股13.36元的價格出售了5%的興業銀行股權 套現約127億元 並許下90天內不再出售剩餘股份的承諾 但承諾期限一過 公司就推出減持方案 5月 增無行再次宣布已出售4.99%興業銀行股份 按照出售數量的上限計算 減持完成後 增無行將套現超168億元 所持股份可能僅剩0.88% 將退出興業銀行前十大股東名單 興業銀行方面於今年2月份稱 增無行做出對所持興業銀行股份進行減持的商業決定 容易緩解資本壓力 提升其符合後續監管規定的能力 一位分析師對記者表示 增率 H7的有自身財務的考慮 也是長期掌握不了壞與權的無奈選擇 影響 從一股獨大到雙雄爭霸 增持後 人保系合計持股與第一大股東相差不大 增無行即將離去 新上任的二股東有著更為龐大的勢力 此次聯手增持的人保財險和人保受險同屬人保集團 加上人保集團原來持有的0.91%股份 人保系合計持股比例為14.06% 與第一大股東的17.86%相差並不大 增無行的股東結構中 福建省財政廳一直位居第一大股東位置 入股之初 增無行須有15.98%的股份 但第一大股東福建省財政廳手握25.51% 是當之無愧的大股東 此後經過幾輪稀釋 截至2014年底 福建省財政廳持股17.86% 增無行持股10.78% 前兩大股東股份比例相差4個百分點之內 略有抗衡意味上屬第一次 興業銀行股東結構從一股獨大到雙寡頭 人保只要再聯合一兩個其他大股東 就可以制衡甚至否決財政廳的動議 如果人保認為有為期利益或不合理的話 現在興業這種對大股東決策權的制衡體制 並不比民生差了 一位興業銀行的小股東說 人保受險和人保財險君表示 除本次股份增持外 不排除根據資本市場穩定狀況在未來12個月內 繼續增持興業銀行股份的可能 相比於中國平安、中國人壽、安邦保險 人保集團在銀行業的佈局低調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 人保集團增參股過杭州銀行 今年旗下的人保財險還入股螞蟻金服 但坤士小比例持股 此前人保集團也提出過金融控股集團的購賞 控股銀行成為必然之舉 這次增持潮級人保集團一個機會 華泰正勸銀行業分析師林博程分析認為 人保此次增持一是政治因素 響應國之委的增持號召 而興業銀行第一大股東福建省財政廳要增持 可能還需要走程序 另一個也可以借助這次增持 與興業銀行謀劃心層次的合作 我判斷財務性投資的成分居多 人保短期不會追求控股地位 國金證券分析師馬昆鵬分析 人保集團是否會進一步增持還需要觀察 但如果增持 那對人保來說也有挑戰 首先 興業銀行體量較大 此次增持已經耗資百億 如果進一步增持所需資金也不是小數 其次進一步增持取代一直以來的大股東福建省財政廳 是否可以完全控制住也是個問題 此外 股東中煙草系的實力也不用忽視 前景 興業銀行被指體質虛笨 興業銀行被指資產結構體質虛笨 股東要想獲得好的投資回報並不容易 降息周期和利率市場發跌 興業家銀行利差再持續收窄 與此同時 興業銀行存款增長佛力 資產被指體質虛笨 經濟下行壓力下興業銀行不良貸款出現大幅飆升 對於股東們而言 興業銀行今年挑戰重重 要想獲得更好的投資回報並不容易 近兩年 興業銀行不良貸款 關注類貸款增幅飆升 數據顯示 2014年興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1% 較2013年大幅增加了0.34個百分點 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 興業不良貸款率較2014年繼續走高 其中 關注類貸款增加最為明顯 關注類貸款增長 而視著未來資產質量壓力依然較大 群益證券研究報告指出 不良繼續呈現相性的價格 撥備覆蓋率分別為250.21% 227.3% 未來仍存在一定的新增撥備壓力 這將直接影響利潤規模 同時 興業銀行存款增長佛力 截至2014年 未來仍存款總額同比增長不到4.5% 遠低於行業9.6%的平均增速 一季度這種狀況並未得到明顯改善 一季度末 公司資產總額4.5萬億元 較2014年末緊增長2.4% 不僅增速低 而且4.5萬億的總資產中 存款總額僅為2.4萬億元 輕業銀行也因此被指資產結構體質虛半 利率市場化不斷深入 銀行想留住存款將越來越難 成本也會越來越高 資產端的競爭會更加激烈 一位銀行人士稱 馬坤鵬表示 存款佔比較低會影響業務擴張 比喻存款規模會影響到放貸規模 不過上個月全台北的硬性規定已經取消 可惜放一定的放貸額度 東北證券研究報告稱 輕業銀行主要風險點在於未來宏觀積極波動 監管新規的不利影響 以及資產質兩惡化超過預期的風險 本版採寫《新經報》記者蘇曼黎